歡迎收看佩蓮 佩佩好 大家好 我是主持雙胞胎的佩佩 今天佩佩要來展現一點 磨力來給大家 不過這個磨是哪個磨呢 是面膜的磨 哇 冬天快到了耶 很多人皮膚都還蠻乾的對不對 所以啊 那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讓自己的肌膚都能夠充滿水分 那前一兩個禮拜有一個品牌他在小區上市了 他這一次上市的時候還蠻特別的 他們展開了他們的面膜人生 上演了他們的面膜人生的劇情 在街頭上 西門町的街頭 請到了史派羅小姐們 那就是在冷冷的冬天 然後就露出他們白皙的皮膚在那邊敷面膜 敷完面膜之後就把面膜拿下來 在身體上擦一擦擦一擦把精華一塗在全身 讓大家見識到就是史派羅小姐 皮膚好好的那種感覺 只不過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太犧牲了 佩佩就整理了一些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經濟系的女生 並不是真的讀經濟系啦 就是你是掌究經濟效益的 就是靡天敷 然後也不會有經濟負擔的 以及就是你是勤勞派的女生 那適合用哪一些好聞的面膜 今天啊 佩佩幫大家準備了各式各樣不同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玩的 分享給大家喔 首先既然就是小區在前兩個禮拜 有上市了就是一整系列的面膜 先給大家看一下 佩佩拿到這些面膜之後 使用完的心得是什麼 先給大家看 哇 他們的口味還蠻多的耶 為什麼說是口味 因為他們的各種不同的就是 你知道看起來都好像是吃的 比如說荷蘭芹 芹菜的芹 或者是蜂蜜呀等等 那我自己用的是這個 因為你知道芹菜耶 我自己印象中啦 我覺得芹菜好像人家說 吃多了皮膚又會有反黑的效果之類的 可是他們居然把就是裡面的一些精華做成面膜 我覺得還蠻大膽的耶 而且在網路上搜尋一下 還會有人使用的心得 聽說到還不錯這樣 不過到底芹菜碰在臉頰上會不會反黑 還是要吃進去才會反黑呢 這我就不曉得了 那首先呢 我先給大家看 我用的是這個 氨基酸的 因為它還蠻好玩的 它裡面還有一些酵母的成分在裡面 酵母菌的成分 所以它也可以代謝一些老肺的角質 所以我自己用的是這一個 他們啊 號稱說 他們的面膜跟他們的肌膚啊 是距離等於小於0 以前國小或是國中的時候 不是都會學那個數學嗎 小於等於大於等於 拼刷附上我們的面膜之後 這個面膜可以完全緊實的 就是浮貼在我們的肌膚上 所以這個面膜跟肌膚的浮貼度 是小於等於0喔 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大膽的說呢 我打開來之後發現 原來是這樣 因為他們使用的是蠶絲布的一個質料 所以你看喔 是會透出來的耶 就是超透的 它的這個很服貼就是很薄 所以比較不容易移動 好 把空氣擠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幾乎是可以透出 手完全的顏色 所以它的這個質料很薄很薄 可是請大家敷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上面有滿滿的精華液 你不小心就會像我之前敷的時候一樣 就是啪 然後就有一點點破掉了 好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還不錯的是 等一下 我先找到它的正面 喔 正面在這邊 我覺得它還不錯的就是 很多的面膜人中的地方啊 做的都會有一點點太細了 它做的是剛剛好 就是鼻子接起來就直接接到嘴唇 不會說就是太細這樣 所以它的這個我是覺得還不錯 你知道沛沛真的很可憐 冬天啊 好冷喔 然後試用這個面膜真的好冷喔 所以建議大家啊 在用面膜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泡澡的時候 就浴室全部充滿水蒸氣的時候 全身淋遮熱水 在淋浴的時候敷面膜 這樣子比較不會感覺到那麼痛苦 就你先卸完妝 然後再來敷面膜 但是啊 我覺得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它叫大家天天敷 因為它說它是經濟系的 就是價錢不會很貴 那你可以天天敷也不會覺得有負擔 但是也正因為天天敷 我忽然發現啊 我自己敷完之後隔天起來 就隔天 如果你想撐到隔天 好像效果也沒有那麼持久 就真的要天天敷 可是現在還滿划算的就對了啦 所以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叫做天天敷了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稍微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佩佩自己也找了一些 如果你是經濟系 或者是勤勞系的女生 你想要天天敷 但是你又不希望造成自己 荷包的負擔的話 還有哪一些經濟系的面膜 可以推薦給大家呢 除了這幾個開架式的 在價格上面比較不會造成大家的負擔之外 如果你想要有剛才那一個 就是新的面膜一樣 就是號稱很服貼的效果的話 大家應該要怎麼樣選擇呢 在這邊我推薦兩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個一個強調的是 它是3D的 其實它的剪裁完全是3D的剪裁 那這一個呢 是它把面膜分兩片 因為人的臉型你知道 凹凹凸凸的 那一張薄薄的面膜 它強調怎麼可能 就是可以符合每個人的臉型呢 所以它這一個呢 是有分上下兩片 分開來敷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好的我手上的 都是精華液 有一點點的滑 不太好開 好等一下喔 稍微擦一下 好的把這個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可是好滑喔 哈哈 它的精華液真的很滑 好 再開另外一個 這兩包其實啊 是同一張臉 在同一張臉上面 那一個是用梯子部位 一個是用就是臉頰 以及嘴巴的地方 好的打開來之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內容物 這個牌子它強調的就是 它們家是比較低過敏的 就是低刺激性 如果你皮膚比較容易過敏的話 那它們家這個是比較 沒那麼刺激的 你看這個部分就是 在額頭到鼻子的地方 所以就不會有那一種困擾 就是奇怪額頭服貼了之後 可是你必須會拉扯到下面 然後下面就變成不服貼 你下面服貼之後 拉扯到上面 然後變成上面不服貼 它是這樣分開的 這是額頭跟鼻子的地方 然後它的另外一包呢 就是臉頰跟嘴巴的地方 所以你能說它不服貼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這個做的就還蠻細心的 好的 這個是臉頰跟嘴巴 還有下巴的地方 所以如果啊 你平常喜歡敷著面膜一邊做事 很怕面膜掉下來的女生 或者是不想要浪費掉 任何一滴激滑液的 像這種完全服貼的面膜 就可以符合大家的選擇 好的